大家好 我是丁哥 今天是9月27號 我們來看有哪生的科技有報 我們來看第一則 10月份沒有意外的話 Google的Pixel 6跟6 Pro應該會正式發表 但是我爆料客又帶來了時機的稀漏影片 所以影片走8秒 你可以看到 它是黑色款的Pixel 6 Pro 全部的一些樣貌戰 而且你可以從裡面看到 它是黑色款的那個 黑色灰色的部分有深淺不一 然後有黑色的層次 然後背後你也可以看到 它是有個三鏡頭的相機 那側邊有音量鍵跟電源鍵 那還有Pixel他們的Logo 那正面有一個Enjoy 12 就是Google的一個歡迎的畫面在 所以iPhone 13完了以後 接下來10月份應該會有蠻多的 新的旗艦機會發表 那我自己是還蠻期待Google的Pixel 6跟Pixel 6 Pro 看第二則 YouTuber有一個AVSync Apple Pro的 這個國外的YouTuber 他在每年都會摔iPhone 今年也不例外 他今年摔了誰 摔了iPhone 13 Pro跟iPhone 13 Pro Mix 那他摔了這個摔機影片呢 結果呢 我直接講 如果是在電話的高度 電話這個高度 如果摔到水泥地 沒事 那如果呢 他是拉高到3公尺高的地方 然後螢幕朝下摔機 iPhone 13 Pro Max才螢幕摔掉 但如果你是在腰部 他有影片裡有程式 從腰部然後落摔在地上 13 Pro跟3 Pro Max 這個手機是完全沒事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蠻抗摔的啦 但是3公尺數其實是蠻高的 那重點是喔 他3公尺這個摔完螢幕碎裂對不對 但裡面的功能竟然可以正常使用 所以我是覺得啦 雖然這麼耐摔 但是還是要裝一下保護殼跟保護貼啦 或甚至於買一下Apple Care也沒什麼問題 這樣子其實對你來說是多一層保障 我們看第三者 在iPhone 13才剛發售 陸續有傳出一些小災情 那這些小災情呢 有一些是可以解決的 有一些可能要等蘋果更新 因為我一個一個來 那有的是操作不方便 我先講操作不方便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出入一些場所都要掃什麼 十連制嘛 那掃十連制呢 如果你是用 iPhone 13 掃的話呢 你會看到 你掃套它下面出現了一個黃黃的 那你要點下去 才十連制 才會到簡訊那裡 然後才按送出 有人就說這樣很麻煩啊 那該怎麼辦 很簡單 右上角滑下來 右上角滑下來 然後在控制中心這邊也有一個 掃描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就直接找條碼掃描這裡 就更快了 按下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我可以幫你解決 第二個呢 在Apple Watch 說你綁定以後 但是呢 你戴口罩無法透過Apple Watch來解鎖 我自己剛剛已經實測過了 你看 它是可以解鎖的 也就是說它可能是部分的人沒有辦法解鎖 那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很簡單 你呢到Face ID下面的Apple Watch 你把那個綁定的部分呢 你先把它關閉 那你這陣子呢先用密碼解鎖進去 那等蘋果iOS 15的小更新 那時候更新以後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拍照可能會有馬賽克 可是我問了我周邊的朋友 馬賽克意思就是說 你在畫面上面能有一格一格的黑的 但是我附近的朋友沒有發生這件事 所以應該是在非常極少部分的機子才會出現問題 另外一個是在拍微距的時候呢 你可能在拍 結果拍下去呢 欸 好像你已經切換到微距 但是呢拿回來後切不回來 但我剛剛自己實測了 我手上的iPhone 13 Pro 跟Tim手的iPhone 13 Pro Max 我們測完以後 我們也沒事 好那有可能也是少部分問題 但我覺得這些應該都會整合在那個Apple Watch 去那更新 去把它小更新完應該也會沒事 那最後有一個叫 那個備份呢 你恢復呢 就是你備份你要用到新的iPhone 13 結果備份備不過去 那這個它是說有BUG 那該怎麼辦 其實呢 你就如果你在今天在備份上有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把你的iPhone 13就重置 然後你備份重新再拉進去就好了 那說到備份 好了 我那個舊金換新機 我會趕快拍影片的 好吧 那我們就晚上影片見囉 拜拜